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将这个python对象把它给转回了那个json字符上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另外一个相反的东西 就是将这个json字符上把它给漏的成那个什么的python对象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要把一个json字符上把它给漏的成python对象 我们的话就学使用到一个函数叫做什么呢 就漏死这个函数 漏死这个函数的话 它是只是将一个json字符上把它给加把它给漏的成那个python对象 那么如果你想要从文件当中去漏的成那个数据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使用到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漏的就漏的 那么的话其实跟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那个淡谱以及淡谱死两个行 两个方法两个行数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就是加了s的只是把它给 加了s的没有跟文件没有关系 没有加s的跟文件有关系 对对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大家教大家来写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把上这个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json字符上把它给拿过来啊 放到我们这边来 json下方箱sdr等于这个东西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把它给呃漏的成一个那个呃 对象啊 那么我们这个话需要导入一下 import下这个json对吧 好 然后把这个方来写一个呃 叫做persons psons 能这个json 等一个json.json 点lose啊 点lose 然后再把这个json sdr传入进去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下这个他的数据类型啊 type 就像persons啊 看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写一些person啊 因什么的persons啊 来 然后的话来打印一下这个什么的person啊 可能加斯吧 我们下可能的加来一下 哎 这样的话 他我们可以看到哈 这个persons就已经被列架子成一个什么呢 架子成一个列边了 然后下面的话就打印出了里面的这些一个证的字 对吧 打印出了这个字点啊 里面这些字点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从一个json字符上把它给漏了成那个 pison的一些证的啊 数据的写啊 把它给列漏了 这个pison出去的写啊 好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直接从啊 直接从这个pison.json这个文件当中去读取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另外一个行 另外一个方法啊 就是lose方法啊 好 那么就是我一次open啊 然后是这个person pison.json对吧 然后是以这个读的方式打开 然后sfp啊 fp 然后加点json.json的lose的方法啊 lose的方法 lose的方法的话 这个地方就需要传一个什么呢 只需要传一个fp啊 只需要传一个fp 然后他就可以返回那个什么呢 那个一个站的对象回来啊 这个对象的话就是persons 就是那个列表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同理也是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打印一下啊 然后的话 这里面我们把这个代码啊 拿过来可能叫c放到这个可能叫v 这里面我们把注释取消一下啊 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我现在打印下这个persons 他是什么样的数据类型 接下来我再辨例就这个persons啊 然后他辨认其中的违象 并且并把它给打印 对吧 好保存一下可能的加拿来一下 哎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他第一个的话是那个列表对不对 后面的话就是两个字典把它给那个读取出来了对 但是读取出来的时候啊发生意发生的一个乱码对吧啊 这个没有关系好 我们给他指定这个文件编码是就可以了 对吧 utf干嘛 好 再来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啊 周文就正常了 对不对 周文就正常了啊 好 那么以后再大家再去 再去加载一些这样的json数据的时候啊 如果发生忘码 那么就是在这个wiz open的这个地方 给他指定这个编码为utf干嘛的其实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啊就是关于加载这个json数据 就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的话就讲到两个函数 一个叫做漏的一个叫做漏的死漏的死的话是呃 是和文件没有关系的漏的 就是没有叫s的这个是和文件有关系的 对吧 和文件有关系的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